哈喽大家好我是乐仔 今天我们就来抢先看贝利威的技能 他的整体的搭配 包括之后的一些走向 我们这一个影片都会详细的覆盖到哦 在之前影片我们有大概稍微介绍 这一个贝利威哦 他就是一个必拿的武将哦 贝利威呢可以说是 现在目前X1赛季最强的工兵组合哦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他的技能 到底为什么他这么的强哦 那首先呢第一个技能呢 就是他的这一个被动技能 他可以使自己进入到连击状态 那什么意思是连击状态呢 那让他的这个英雄在普攻的时候会攻击两次 并且呢两次攻击都会有机会可以触发追击技能 那么什么意思叫做他会有机会触发追击技能呢 他会有概率会触发这个追击类型的技能哦 那比如说像落点攻击 他就是追击技能来的 所以普攻过后他会对敌方武将造成武力伤害 伤害呢是260 所以也就是说他是有机会一直会触发到这个 破点攻击哦 所以就会造成大量的这一个伤害哦 这一个也是贝利威的一个核心的概念哦 所以你可以想象他就是一直崩狂的连击呢 一直造成伤害一直打超级的恐怖哦 那他这个连击时间呢是3秒 那并且呢 每进行6次普通攻击的时候会提升自身的武力值 但是呢会降低自身的防御力哦 直接时间呢是9秒 再来哦 他的主动技能呢是可以造成武力伤害 并且能够提升自身的武力伤害 持续时间是6秒 那进入战斗过后能够直接获得100点的初始怒气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他接下来的两个技能搭配 要怎样子去做搭配哦 必选的技能也就是这一个 雪在雪长 这一个技能很恐怖 那你还记得哦 刚才那个连击效果嘛 有可能会触发这个追击技能嘛 也就是说你硬去好的话 他可以一直触发雪在雪长哦 他跟弱点攻击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他造成武力伤害了过后 他是恢复我军的兵力 恢复率呢是120% 所以也就是说他可以一边打一直恢复体力 所以他这个技能很恐怖哦 边打边恢复体力呢 又一直造成伤害 所以这一个技能呢是必选的一个技能 那威克呢我个人推荐是三红 所以你这边至少要升到三颗红星 如果你是大克长 当然是直接满星就好了 那他另外一个技能的选择呢 会有两个可以给你们选择 第一个就是弱点攻击嘛 像我刚才有讲到的 在连击体系下的武将呢 弱点攻击这个技能是超级好用的啊 也是超级痛的一个技能来的 所以你只要是连击的武将 你配这个弱点攻击 基本上是不会错的 那么这个死亡黑旗是什么呢 他是普攻过后能够提升 我军武力值最高的英雄的武力值 并且降低敌方装备值最高的英雄的装备值 持续时间是6秒 所以这个死亡黑旗呢 他更多像是一个辅助的技能 那我个人觉得呢 其实这个技能不太适合贝利威 他比较适合的是贝利威的副将去做搭配 比如说像阿提拉 如果用这个技能的话 我感觉就很不错 但是呢现在问题 阿提拉没有这个技能 只有贝利威有这个技能 所以这个就看个人的选择 那如果是我的选择呢 我会选择的是弱点攻击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另外一个话题啊 如果吕布来了之后 阿提拉去跟吕布去做搭配 那么我们的贝利威要怎样去做选择呢 其实这边有两个选择可以去做 那第一个呢是搭配杜加瓦迪 第二个呢就是搭配我们的公主 如果你是搭配公主的情况下呢 花木兰跟公主都要搭配这个技能 也就是连击 让自身能够进入连击状态 因为你少了阿提拉呢 你就少了连击的覆盖率 所以呢这一个连击就显得比较重要一些 另外一个技能呢就可以搭配弱点攻击 所以是弱点攻击加连击的技能 那如果你是搭配杜加瓦迪的话 其实就不需要搭配连击的这个技能 因为杜加瓦迪呢 他本身的这个技能就可以使 我军下一个出手的英雄进入到连击状态 也就是花木兰 所以如果你搭配杜加瓦迪 杜加瓦迪要在第二个位置 所以他就可以让花木兰进入到连击状态 贝利威呢自己本身会进入到连击状态 所以他就不需要他的这个辅助 如果是杜加瓦迪的话 两个技能可以搭配玩者之间 还有就是既可之刃 所以这个就是看个人啊 如果你是要练杜加瓦迪 搭配花木兰也可以 或者是你要用公主其实也可以 因为公主基本上是免费的一个武将啊 我现在基本上没有克公主情况下呢 我都已经把他升到伤心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下阿提拉这边的技能 要怎样去做搭配 那如果阿提拉你是搭配吕布呢 你就不能够搭配落点攻击跟瓷备终结啊 你要换成路阵曲跟破敌之眼 所以其实之前有人跟我讲说 他点错了啊 他可能也是点路阵曲 我觉得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你之后如果搭配吕布的话 那你还是一样会需要用到路阵曲跟破敌之眼 那看到这里呢 你可能会觉得说 啊那怎么办 有一些技能我可能已经升级升到很高了 那我不用他是不是很浪费啊 那我不是要重新去练一个技能 那你就要用到这个东西叫做一万卷轴 那这个东西其实蛮难获得的啦 我个人目前就有一个 那我相信可能之后有一些活动我们可以获得 或者是在一些礼包里面我们可以购买 那他是能够重置英雄配置的技能星级哦 所以他会返还这一个技能卷轴给你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你可以返还你原本的这一个技能卷轴 你可以去练新的这一个技能 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啊 贝利威这一个组合一直在连击就对了 只要你能够确保这一队的这个连击状态 是能够一直触发的话 这一队就会超级变态 所以这个组合的缺义都不可以哦 你一定要有贝利威 你一定要有阿提拉 你一定要有花木兰这一个主价 所以在这三个里面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阿提拉其实更重要 因为阿提拉是可以让大家进入到连击状态的 所以他的覆盖率会更高 他可以使这一队一直保持比较比较高的连击状态 一直去输出 这一队呢 如果你是搭配我们去进入到集结里面呢 我相信他肯定是大杀四番的那一种 就疯狂一直在杀 那当然也是有很多人问我这个贝利威的转盘到底几时才来哦 那这一点呢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啊 最后我再给大家讲一个东西啊 你可以看到哦 他这一边会有个戒指有没有 那这一个戒指呢 它是什么东西来的啊 在我们的武将中间这边会有一个戒指 这一个戒指呢 是在我们里程碑阶段15的时候会开启这个戒指系统 也就是在11月14号 就会开启这一个戒指哦 那么这个戒指呢 很屌很恐怖 因为他可以让你多带一个技能哦 你可以看到上面都会多一个技能 那关于这一个东西呢 我们之后有了这一个戒指系统过后 我们再来详细的去跟大家做讲解 好的 那么这个呢 以上贝利威的这个攻略分享给各位啦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这个分享 那也有更好的一些搭配组合 或者是技能的搭配组合 也可以欢迎留言给我们知道 好的 今天的影片到此到这边为止 喜欢影片的可以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